在這裡排隊啊 大家都可以保持 就是大家都會保持一個 大概一半... 一半米 差不多這樣的一個距離 所以人不會...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 像你們那麼厲害 也做一個一個一個 或者兩個兩個兩個 我們就是很說 你們那個畫面可能是 很多僵屍的那種 都是這樣 做一坨這樣 一坨都是往前 然後誰先到誰就先搶那個位置 什麼 就是不是 他的意思是 法國也是這樣 我們... 因為像英國、德國 他們排隊的時候 或者是很乾淨 這個很整理 這麼的一個一個一個這樣 我們都是全部一個... 大家都是在一起這樣見面 像你在路上 在當這個公司什麼的 在英國 他們大家都會在很漂亮 這樣才當很安靜 如果是法國人的話 大家都是在一起的 對啊 你以前住過英國嘛 對啊 我也是 英國也是很乾淨的這樣 對啊 很乾淨 所以你知道 我以前也是在工作一個博物館 是like Wax Museum Madam Tussauds 就是有意大利人來的時候 我們馬上知道 因為大家都是... 一坨一坨 一坨對啊 好大 如果是德國人是英國人 他們很安靜 很嚴肅的 對不對 是... 我們日本人也是啊 就是... 但是我們的距離 因為就是日本人很愛排隊嘛 所以他們也要習慣 而且是東京人 那東京人是排隊的那個方式 就是剛剛好 就是拿一支手機的距離 然後就是... 這樣也很近耶 沒有... 但是不會... 那麼近的 就大概... 其實這樣子 欸... 起來 不會碰到身體啦 絕對不會 大概... 大概是... 是...大概是這樣子 小心他踩你後面 這樣很近 但是我覺得日本人很神奇 有... 因為我才去日本 我們參加一個音樂季去玩 我跟你講 在那個... 我們穿白球鞋兩天 我都沒有被踩到 蛤... 整場 就是日本人就是很神奇 他就是會給你... 大家都很開心 然後DJ放得更很High 可是... 他就是每一個人會有一個... 自己有一個... 像五十米的一個圓徑一樣 一個結界 他絕對不會踩到你 然後你要... 你如果有人就像我們朋友 比較開心 手勢比較大的時候 他會忘給你 會啊 而且那個我上一次... 我們白球鞋都沒有這樣 對不對 沒...沒差 那個就是每一次嘛 對不對 我在日本就是參加過很多經典 那比如說有可能是大家的經典 然後就很危險的 啊...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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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對不起 對不起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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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失敗 哇塞 哇塞 好...好有趣喔 啊塞 哇塞 哇塞 他們還是... 忙什麼啊你們 還是沒有 還是什麼 他們就會有個自動導航的空間 對 然後我這個想法 我去比利時參加他們的打架技 那個獨龍技 就是很危險 他說很危險 真的危險到 很多人骨折 然後我要穿這個鞋子對不對 然後那個當地的工作的時候 不行 他安排幫我買那個什麼 那個工人用的 就是裡面有鐵板 有有鐵板的 就安全的 那個... 那個會痛 你知道 我就是這個經典結識的時候 回到房間我發現 我還流血 因為很多人也是穿的鞋子一樣啊 鐵的 我猜到是還是那個歐進去 那個... 這個鞋子是這樣子 凹進去 鐵片整個凹進去 對 蛤 只有流血喔 不是 怎麼了 猜得死耶 這麼危險 是 在新加坡的話 我覺得我們排隊滿首次序的 就是如果你在新加坡看到人家排隊的話 我們都是很整齊的 然後我們的那個距離也是大概 30到50公分左右 就是它會給大家一定的空間 就不像你們台灣的太... 太...靠近 太齊了啦 對 排隊間距我覺得 最遠的應該就芬蘭吧 他們是真的有官方經過統計 他們排隊那個距離啊 大概是190公分 中間要隔一個人 對啊 中間要隔一個人了 190公分 他們中間好像可以停一輛車子 更遠 真的 就平均下來啦 因為據說好像芬蘭人 他們是好像 普遍都有這個社交恐懼症的關係 所以他們不想要跟其他的什麼對道言 就是普遍我前面排的那個 要跟我相距一個馬丁躺下來的 差不多 真的耶 OK 然後有另外一件事情 在美國的時候 你要非常的小心 特別是最近嘛 他就是說有一個那個環球影城 他在環球影城 然後跟那個... 神偷奶爸的玩偶 然後跟他旁邊是迷你兵拍照 然後只有神偷奶爸 他當然因為環球影城 他都是帶神偷奶爸的那個玩... 那個偶裝嘛 然後就有一個小孩子跟他拍照 結果那個人就在旁邊這樣子 你坐下來你坐下來 那個人就在旁邊被放大 就比了一個這個姿勢 他就比一個OK的姿勢 OK的這個姿勢這樣 然後就... 那個這一個家人回去 就本來他當下沒有多想 然後回去看照片放大 發現他比了這個姿勢 他就打電話去環球影城說 你們這個人偶的比這個姿勢是什麼 台人至上的意思 對... 所以有歧視 因為他是說這個是... 這個是W 然後這個是P 所以他就變成說White Power 嗯... 但是... 但是對我們一般的美國人 我看到這個新聞真的是塞 我是台灣人告訴我這個新聞 結果那個人就被開除囉 對 還被開除囉 那個神偷奶爸就被開除了 被壞掉 你知道對我們來說 這個手術就是OK的意思 你知道小朋友如果反過來 再搖一下 這是一個遊戲 對 這是一個遊戲啊 比如說你再搖一下 我這樣 然後比如說夢多看到 我就可以這樣 我可以滿大的 我可以這樣 他這是一個遊戲 但是你知道可能在樂園 這些地方就不適合擺任何的 這一種有... 現在你去美國 不要擺任何東西 你一拍照 你拍一個 證件照就好 嗯... 證件照 就是不要擺任何姿勢的 乖乖拍照這樣 跟什麼小小兵這種拍照 也是要擺證件照的 就什麼收視都不要 就很像那種很... 一百年前台灣人的照片 不是 它是... 我跟你講 因為... 好了吧 哈哈哈哈哈哈 你的椅子沒有輪衣啦 沒有...沒有那個輪子啦 欸 你的... 你的核心肌群到底有沒有啊你 不是 我就是因為這樣 我開...開錄之前 我把我們的兩個椅子換... 哈哈哈哈哈哈 我們現在到美國是可以... 就是...欸 點餐什麼 OK啊 OK 可以比嗎 取手就好 但是不要寫的 不要寫的 真的 我問你我可能那一天... 你看 你什麼...什麼動作都是... 我可能那一天就五時間只能舉到這 對啊 那如果不是叫計程車呢 就是叫希特勒 所以OK就可以了對不對 OK 不可以 現在我也不知道耶 像在美國就是像我們之前... 那時候大家開始去念語言學校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會直翻 就是大家叫老師 其實亞洲學人都一樣 譬如說王老師 我們就會叫 Teacher Wong嘛 Teacher 一直叫 然後大家全班就是一起跟著叫翻 大家的英文都不好 然後老師就是沒有特別講 可是他就是上課的時候脾氣很大 然後臉很臭 然後就是會指責大家的時候也是很兇 然後我們後來都不是很瞭解為什麼 後來其實好像是在美國 Teacher他是一個職業 你應該叫他Mr. Wong 可是你不要叫他... 就不能中文執意說 王老師就是Teacher Wong 因為Teacher對他們來講 這不是個尊稱 你要用Mr. 然後我們就後來才知道 因為一去的時候大家只覺得 我們是尊稱耶 他就覺得不是啊 老師超生氣的 在意大利反而就是一個 我覺得真的不OK的 是台灣的那個睡無覺的習慣 公開休息睡覺 公開休息睡覺 這是真的是不OK的 我有一個台灣的朋友 他去米蘭 他在那種很厲害的衣服店上班 因為他可以用他的中文 然後他意大利文也很好 然後他就是一開始去 他都會跟台灣一樣 他在家裡先準備一個便當 然後他把那個便當 帶去公司的時候 然後中午他們十二點半到三點半 那個商店他會關 然後他們就會... 他們就會在那裡 就是大家都回家嘛 他是在辦公室裡面吃便當 然後吃完便當在那裡躺著 睡覺 他這樣做了差不多兩個禮拜 後來有一天那個經理 他中午的時候 他提早進那個公司 因為他通常都是三點半 後他才來 現在他可能兩點就來了 他有發現我朋友 怎麼那麼沒禮貌 兩點就來了 是不是 而且無法想像一個義大利人 三點半要上班 他怎麼可能兩點來 怎麼可能 對啊 有鬼 他一定是國外移民來的 對 可能 對 然後他就是有發現 這個可憐的台灣的朋友 他常常就是睡無覺 每人都是關的 然後他就是罵他 他罵我的朋友 都跟他說 你知不知道如果外面 雖然那個鐵門是關的 有任何人看到裡面有人在睡覺 非常難看這個畫面 那就算沒有人看得到 這裡是工作的環境 你要睡覺 你就是跟大家一樣回家 三點半再回來 然後他從那個時候以後 他就是都再也不敢 他就跟義大利人一樣回家吃飯 然後再回公司 或中午 難怪要拖那麼久的時間 就是啊 所以你們每天上班要來回兩次 就對了 對啊 我們就是習慣這樣做啊 對啊 可能是三次喔 一定要比下一次 早上一次 對 下班又有下一次 還有我們真的是很難搞的人 還有一個是真的不OK的 在義大利 先結帳再用餐 他怕你跑掉是不是 這個非常 沒有 其實 這個非常非常不OK 在台灣很多很多餐廳 連那種就是不一定要很厲害的 或者就是一個平凡的餐廳 他都要求你先結帳再吃飯 在台灣很正常 那我義大利的朋友他生氣 然後他跟我說為什麼 你覺得我沒有錢嗎 你覺得我吃碗會跑掉嗎 為什麼要 然後那個服務員 他們用破爛的英文溝通 就是都弄得很不高興 而且義大利人很容易生氣 所以他越來越氣越來越大 結果那個服務員 他跟我說那個服務員 他有發現有另外一桌 有一個客人很明顯很有錢 他就跟他說 你看他也是 他付錢 對 他也在付 他就說 好 那他知道 所以他就後來他知道 在台灣是這樣正常的 可是在義大利 先結帳再用餐 美國應該也有一些 我從來沒有看過這個 麥當勞肯德基也是先結帳再用餐 那那個... 還不是你們先開行 麥當勞肯德基 你知道你在點什麼東西 我家那邊的 你從來沒有去過 然後叫你先結帳 他裡面也沒有什麼照片 還就上面寫名字 至少你會想看得到 先看到我的食物再付錢 而且如果你先付這個錢 然後你東西到了 你發現裡面有一個蟑螂 或者什麼的 那你還要再去處理說 那你這樣你要 再會給我多少錢啊 那這邊也是先結帳在那個啊 就是那個拉麵店啊 那個還有比較便宜的收食的店 那一種的聯手店先付 其實我們已經習慣了 但是一開始 老實說 我大概二十幾年前開始 像這一種的服務 拉麵就是那個買... 買券 對... 我一開始真的不習慣 像我們日本的比較高級的餐廳 如果他們要跟我們先結帳的話 我會生氣 對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說 因為我還在這個環境裡面 然後我現在是感受一下 他們的服務 還有服務 這個構成 然後再結帳是合理的嗎 對 但是他們講的就是比較... 已經先強迫我買單 才來去想說 你這個環境不好 我單也買 我也不能 請問一下 除了我們有這個習慣 其他的國家也都會有先結帳 先買單再用餐的習慣嗎 沒有 我們是先吃飯 然後再結帳 對啊